我現在直播了地方檢察署的拘票 才剛踏進國門就立刻遭到警方攔截 女子刻意混在被害者中 但其實她就是仁蛇集團主嫌 同一時間便因刑警看準時機 立刻包圍小黃司機 她同樣是仁蛇集團的主要幹部 國人赴柬埔寨打工遭到拘禁毆打 內政部 外交部 法務部 跨部會合作 就原有了新進展 要求受理這一類的案件的時候 要比照重大刑案通報管制 受理報案以後必須整合分析 相關的情資來積極追查 情政署成立專案小組 積極透過各種管道蒐證 短短半年多來 查獲人口販運案100件 成功逮捕284名詐團成員 其中63人遭到裁定擠壓 全面來掃蕩黑幫組織 情結嚴重 依法申請擠壓 起訴之後按照情結求處重刑 畫部會動起來根據內政部統計 近一年來 復檢的台人 就有4670救人 其中有310名被害者 目前還有人尚未返台 像我的孩子 我確實他去柬埔寨 可是我就是找不到人 我目前只有他的姓名 可是完全沒有電話聯絡 會拜託我們那邊台商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幫忙 除了積極救援 航警局也在機場舉例牌 也成功勸阻34人出境 救出258名台人 動員各界支援 就是要對人蛇詐團 刨根溯源 進行文章結石油尾採訪報導 採訪報導 請查明文章結石油尾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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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